这个视频我们来说一下配接 跟配接里面的一些菜单的一些选项 首先配接的话呢 我们这里还是用这个模拟舞台 然后这里我做了一个配接的一个数量的一个表 我这放的是三款灯 这里有做了ASME5R的 有S4台 就是左右啊 左边12台右边12台 然后有个大圆一个小圆 这两个圈一个是16一个8 也是S4台 然后后面是16R的这个图案灯 18台这个是放在顶上的啊 然后还有14个这个染色灯 摇头染色是穿插在这个图案灯中间 我总共是分了四条线路ABCD 这个地址码的话呢 我也是这里有标注啊 然后ID号都有 那我们现在来给他做一下配接 配接的话呢 我们也是在这个设置这个菜单里面啊 点一下设置 好这里啊我们这个网络设置 这个是上次说的这个菜单啊 这个是用户 然后空台的一些设置 那我们配接的话呢 就说这个选项配接 点一下配接 进来的话呢 它会弹出一个菜单啊 它提示给我们呈命的名字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啊 比方说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 就ABCD啊 A相录 B相录 或者说你可以做一个5R啊 A5R 好它已经进了这个菜单 那我们关闭一下 回到这个菜单 这个界面的话呢 我们说一下啊 它是一些啊 什么菜单呢 这里是显示一个层的名字 你看我们刚刚 选择了一个A5R啊 这里会显示一个灯具 它现在是黑色的 那我们没有配接灯具 是没有 如果我们要重新增建一个层 这里有个new啊 新建都可以啊 或者点下add层增加层 这里有个删除层 有一个剪切 复制 粘贴啊 它现在没有复制 是粘贴是黑色的 然后 在下面这个的话 是导出啊 一个检测 这个基本上 不然去管它啊 在右边的话呢 有一个设备类型 这个设备类型里面 会显示到我们有 做了一些什么灯库啊 头会都有记录啊 包括我们可以直接 这里add新建 直接我们自己写个灯库 都可以 好这个是舞台设置 那我们现在还没说到舞台 先不理它 dmx是配置文件啊 也先别管它 然后这里有一个rdm 我们是当我们用 接上rdm灯具的时候 可以会来用到这个菜单 理个多层配接 那我们这几个选项 先不去理它 我们来做一个配接 登记 现在a5r里面这个层里面 我们做好名字的 那我们在这里给点下这个new 新建啊 增加登记 点下new之后 那我们这里有 我之前配置的一些记录啊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记录情况 我们要找登库 怎么去找呢 点这个 for 内部的啊 这个是 从库里面找登库啊 点击它 啊 这里会有弹出一些选项啊 那这里是可以输入厂家名字来查找 输入设备名字来查找 这上面的话是选择这个 存储啊 现在是硬盘 我可以点击u盘 把u盘由我做的一个这个16r的 这种这个图案登的啊 我们现在硬盘找这个 a3m1 厂家的啊 确定 那我们是配哪个呢 配5r 输入一个5r 好 a3m5r币母啊 它出来的有 那有三个模式 那我们点击一下模式 我们是第二个模式啊 我们是配的是这个16通道的 在上面会有显示这个 通道的名字 通道的顺序啊 点下导入 好 它就可以 直接到这个配接的一个 界面来了啊 那这个界面的话呢 也说一下 上面是登库类型 它显示我们登库的名字 啊 这个是设备的一个名字啊 插皮跟5r 然后这个是配接的数链 啊 ID号 通道ID 那我们现在不用去理这个通道ID啊 这个是配常规的音子的时候 就会显示通道ID 这个是地址码 现在显示是1.001 我们有数字键盘 那我们要配多少台呢 在A线路配 s4台 那我们在数量这里输入一个s4 从哪里开始配了001 1.001 那它会自动给我们分配地址码 我们点一下Apple来应用 好 这样就配接进去了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这个层里面可以看到啊 这里有登库1.s这个ID号 然后这里也会显示这个登记ID啊 登记的名字 登记类型 那我们往右边拉下 这里会显示登记的地址码 然后会显示 是否是跟随主控 默认是打开的啊 它是跟随我们主控推赶的 然后旁边呢 有一个 xy轴的一个反转 当我们要反转这个登记的一个反向的话呢 我们是在这里打开啊 比如说我们要右击打开 那我们这台登的那个xy轴 就会被我们调节一个反向啊 我们先过去调节它 后面的话呢 是一个编码轮的一个反向 这个基本上 我们不要去调这个东西啊 一个顺便 包括一个颜色 后面这个一个xyz 这些是在舞台里面的一些数据啊 那我们设置了舞台之后 这里会有数值的一个显示 好 那我们这个层 A口的灯就相配接好了 那我们再来配B口 在这个 好 层里面我们增加一个层 比如说我们写个B 也是5R 这是B线路啊 那你看我们刚刚重新找了一个灯库之后 它这里 又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灯库啊 5R这个B 那这两个记录 那我们找这个跟找这个 其实是一样的啊 都可以 点击它 那我们这个 大圆跟小圆 是在一条线路 B线路啊 同样是S4台 那也是ID号 它是已经是从S5开始的 那地址嘛 那我们从2口的001开始 配置多少台呢 S4台 点击F来 应用 那你看啊 我们在这个 B5R这个层里面 就配置了 S5到S48 这里应该是S48啊 好 S4个灯 然后旁边同样的也是ID号 名字 类型 地址码都会在这里会显示出来啊 那我们接下来再配第三个层 右接 配接第三个线路是 配接这个图案灯 那我们是C口 图案灯 我们写个16R 好 找到这个灯库 那比如说 如果说我们这里没有记录 那这个灯库 我们在这个 硬盘里面是没找到啊 没找到的话 那我们自我自己写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灯库 可以 及时的去控制我们的灯库 就当我们上场 如果需要 临时需要灯库的话 那我们可以快速的写一个灯库啊 来控制止它 那我们在哪里找呢 在这个硬盘里面 找到优航 我们需要把这个清除过去啊 好 16R 你看这里会写一个19通道的 那我们点击导入 一样的要输入数量 数量的话是18台 然后ID号的是从 49 那这里我上次应该是配的是先配的这个灯库灯 没关系啊 那这里我们就从49开始 从49到18台 然后地址码3点击 我们点击应用 那配件好了 49到66 那我们这里改下 ID号 49到66的ID号 好 配件好之后 那同样的它会数据都会显示出来 我们再配地口 第一 第一线路是这个1200的染色灯啊 那我们打个AWS 染色灯之后找到这个灯库 这个灯库是这个1200啊 Ruby的 染色灯 那我们输入 4.1 数量的话呢 重用的是14台 那ID号 那它就从67开始了 这里改下ID号 点击这个应用 好 67到80 好 OK 那我们这里就配了 80个灯啊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配件就完成了 完成了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插掉它 它会提示我们要保存我们的一个配件设置啊 点击yes 那我们就配件就完成了 好 我们刚刚看到灯头已经在动了 应该是配件是正常的啊 那我们在这里打开一个 好 我在这里打开一个小屏幕打开啊 打开一个设备 好 比方说我们选择一个灯 试一下啊 啊 选灯的话 有很多种方法 比如说我们选择一号灯 点击货 好 打亮一号灯是这个啊 我拨地质码是从上往下这样开始拨的 我们控制一下灯 好 那这样就是正常的啊 正常我们要设置一下那些地质码 检测还正不正确对不对 那我们比如说输入1 字 s4 点击4 打亮 点击这个highlight 选中solo 读一样啊 那我们点击一个灯一个灯 我们先查找一下 好 那这个就是啊 地质码 基本上是正常的啊 每一组灯都可以去一个个的去测试一下啊 那比如说 s5 自 48 确定 好 他确定一次已经是点灯的状态啊 那我们同样的选 我们当台灯的去 点击一下他 然后可以检测一下我们的地质码 是否是 跟这个舞台是对的上的啊 49 至66 好 过 同样的啊 这个样子 好 这个也是正常的 然后67 67 至80 那我们后面没有了 我们就字就可以了 一直到后面 选中他 选中他 单台灯 可以检测一下我们的一个地质码 是否是对的上的啊 嗯 那我们这点好像是少了点台灯啊 那我们再加进去 批键 那我们再加两个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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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7 17 确定 23 4 5 6 7 8 9 13 14 4 4 诶对了 好 这个就是 啊 其实他是有16个啊 我这个数量搞错了 他是有16个灯 那我们再加两个灯 好 那我们这个就是配接啊 那我们这个配接的一个操作方法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这个配接的一个操作方法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这个配接就锁到这里 机会 我给你